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数百人步行逃离加沙西法医院 日韩两国人手于硅谷探讨科技与创新合作 不明呼吸道疾病席卷美国汪兴界受医于减少犬之间接触 韩国瑜接受委托 任国民党不分区立委第一名 从玩乐中学习 有助儿童发展 请大家收看 数百人步行逃离加沙西法医院 联合早报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数百人撤离了加沙地带最大的医院 因为以色列军队下令清空医院 医院院长表示 以色列军队要求病人、伤员、流离失所者和医务人员步行前往海滨 然而 以色列军队否认下令撤离 并表示同意让更多希望离开的人员离开 联合国估计 在以色列军队进攻医院之前 有2300名人在医院内避难 以色列指责哈马斯使用医院作为战斗基地 而哈马斯则否认 并指责以军在医院内放置武器 此外 加沙地带的医院面临着人道主义危机 无法得到食物和饮用水供应 此外 据报道 以色列军队还对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市进行了空袭 造成至少26人死亡 哈马斯媒体办公室表示 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造成一万两千多人死亡 三万余人受伤 日韩两国人手于硅谷探讨科技与创新合作 美国之音中文网 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美国就金山的斯坦福大学举行了座谈会 讨论了清洁能源供应链 量子计算和其他创新技术方面的合作 这是两国改善关系的最新努力 旨在修补过去几十年间的分歧 双方强调 科学和技术合作对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和氢能产业方面 韩国和日本决定共同推动氢能产业 希望通过合作降低氢气生产成本 并领导制定国际规范 双方还与硅谷初创企业代表进行了会面 探讨了初创风头企业合作方案 顾名呼吸道疾病席卷美国汪兴界 受益于减少犬之间接触 星岛日报 美国多个州的苟只出现了一种 不寻常的呼吸道疾病 症状包括持久的呼吸道疾病和肺炎 对抗生素没有反应 并有死亡个案 多个州的兽医实验室正在调查 希望找出致病原因 这种疾病已经在罗德岛 新罕布什尔 马省 俄勒冈 科罗拉多等州发现 一些病例已经出现了肺炎 病情严重 俄勒冈州的农业部已经记录了200多个病例 并鼓励宠物主人 在狗只生病时联系兽医 报告病例 各地的实验室正在分享相关发现 试图找出致病原因 兽医呼吁狗主们不要恐慌 并建议给宠物接种最新的疫苗 韩国瑜接受委托 任国民党不分区立委第一名 联合早报 国民党将于星期天公布 不分区立委名单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提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担任不分区立委第一名 韩国瑜表示接受任务 朱立伦表示 希望在区立委方面取得最大的喜次 以保证国会稳定过半 他强调 不分区立委名单将选择最强 最有代表性且最有亮点的人选 国民党将于11月19日召开中常会 预计提交不分区立委名单 并由中央委员投票决定 从玩乐中学习 有助儿童发展 联合早报 新加坡举办了一场学前教育研讨会 旨在讨论如何通过玩乐方式 激发幼童的能力 并提高家长对玩乐中学习的意识 这场研讨会 由新月社科大学和慈善组织儿媳轩 PlayM主办 共有近400名学前教育工作者参加 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 政务部长孙雪林 也出席了研讨会 并强调 照护幼儿的素质 能影响孩童的智力 与社交情绪发展 孙雪林表示 玩乐有助于培养孩童的好奇心 自主探索和社交等全方位能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让孩子独自玩乐 或者任由他们玩电子设备 玩乐应该有双向交流 家长和看护者 在陪伴孩子玩耍的过程中 应给予孩子相应的反应 此外 研讨会还探讨了 如何让家长意识到 玩乐和其他学习可以相辅相成 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 而西轩是一家为儿童举办艺术与创意活动的慈善组织 他们希望与其他伙伴合作 通过彼此的网络发挥更大的效应 直径0.83米 本地最大盘鸡饭创记录 联合早报 新闻总结 女皇镇小贩节上创下新记录 制作了直径0.83米的超大鸡饭 成为新加坡记录大权的记录 这盘超大鸡饭包含了3.2公斤饭 1.2公斤鸡肉和0.6公斤蔬菜 总重量达到5公斤 尽管分量超大 但大卫王梁兆远 仅用了40分钟就吃完了这盘鸡饭 此次小贩节旨在推广小贩文化 吸引更多时刻前来支持小贩 同时 新加坡博彩公司也派发了700份 鸡饭给低收入家庭 印太经济框架谈判 要达成协议希望渺茫 联合早报 美国拜登政府在印太经济框架 IPEF谈判方面遭遇困难 可能无法在2024年前达成协议 一些国家对严格要求的抵制 以及选举年的压力 使得美国的愿望落空 虽然拜登政府希望在 APED峰会期间展示谈判的成果 但IPEF贸易支柱 未能取得实质成果 美国副贸易代表比安齐承认 谈判复杂化 政治因素可能影响谈判进展 分析员认为 拜登政府需要在保护劳工和环境的同时 为期待减少贸易壁垒的企业和成员国 提供更多好处 然而 这个挑战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来克服 贸易专家认为 拜登政府去年才启动IPEF谈判 要在短时间内达成相关协议 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乌克兰向南方战略推进 与新的战俘统计数据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乌克兰军队在持续的战斗中 宣布从俄罗斯军队手中 夺毁了对蒂涅伯河沿岸的控制 给俄罗斯军队造成了重大损失 这是乌克兰自8月以来 首次在反击中取得成功 然而 俄罗斯军队扣押了 超过3500名乌克兰士兵作为战俘 而乌克兰方面则表示 有500多名俄罗斯士兵被关押在乌克兰 目前 双方仍在进行破坏 袭击和侦查行动 李总理 印太经济框架为贸易课题保温良机道 才能有更显著进展 联合早报 印太经济框架在贸易方面的进展尚不明显 主要是因为美国在评估国内政治形势后 认为还不能达成协议 李显龙总理表示 印太经济框架在贸易方面的作用 是让游戏继续下去 保持这个课题的温度 以便良机到来时取得更显著的进展 此外 IPEF的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支柱的协议 已基本完成谈判 清洁经济支柱涉及绿色课题 新加坡对氢能源的潜力非常感兴趣 公平经济支柱则涉及反腐败 越多国家能同意维护连结 杜绝腐败的运营规则 新加坡企业就越容易在这些国家运营 拥有越公平的竞争环境 李总理认为 即使是竞争对手之间 仍有需要合作的领域 如气候变化 数码经济和更安全的供应链 因此 APEC的议程已超越贸易 谈论绿色经济和数码转型等 已促进区域繁荣 今年的APEC会议取得一些进展 强调落实已宣布的愿景 获得实际成果 而不是宣布新的未来愿景 美国调查社反犹太学府 白宫谴责马斯克反犹推文 联合早报 美国教育部开始调查几所大学 出现反犹太主义和回教恐惧症的指控 受调查的学府 包括长春藤盟校哥伦比亚大学 康奈尔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 以及堪萨斯州的小学 初中和高中 教育部长卡多纳表示 学校必须采取行动 当学生因为宗教或种族成为攻击目标时 根据非盈利组织反匪棒联盟的数据 自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 美国的反犹太事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400% 此外 亿万富翁马斯克因为公开支持反犹太推文 而遭到谴责 他的社交媒体平台X也遭到广告客户唾弃 白宫星期五谴责马斯克在X平台 宣扬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仇恨 多家大型广告客户也宣布暂停在X平台投放广告 外地臭虫肆虐 国人出游热情未解 联合早报 近日 法国 英国和韩国等地相继传出臭虫肆虐的消息 然而 目前旅游业者表示 暂未接到顾客因害怕臭虫而取消行程 或改变目的地的要求 大通旅游表示 他们将密切关注臭虫情况 并与当地接待社保持联系 同时要求地接伙伴加强消毒防御工作 而曾兄弟旅行社也表示 他们会迅速安排更换房间或住宿 并将受影响的旅客送往诊所就医 旅客出游时也表示 会加强防范 注意检查房间内是否有臭虫滋生的迹象 专家建议 旅客在抵达目的地后 应检查房间内是否有臭虫 并注意床上用品 床垫 枕头等地方 因为臭虫喜欢躲藏在这些地方 此外 行李箱也应放在远离地面的地方 并尽量远离酒店床 回家后 应马上整理行李箱 并将衣物用高温热水清洗和烘干 以杀死臭虫 如果担心带回臭虫 可以用吸尘器清洁物品 尽快除掉臭虫 香港工总主席 希望美国能取消对华加征关税 联合早报 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庄子雄表示 希望美国能取消对华加征的不合理关税 他指出 不合理的关税 不仅加剧了美国国内通胀问题 也对香港工业界造成了影响 庄子雄还强调了 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可靠性 认为中国大陆的公认效率很高 他认为 取消不合理的关税 对双方都有利 过去几年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了关税 而拜登政府 目前正在评估这一措施的有效性 IMF总裁 习大会是世界需加强合作的重要信号 联合早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总裁格尔基耶瓦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 是世界必须加强合作的一个迫切信号 他认为 习败会的重要性在于他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 即应对全球挑战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 格尔基耶瓦指出 中美关系的改善对APEC峰会的领导人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各国也展现出更强烈的合作精神 他表示 中美恢复沟通对应对全球挑战 尤其是气候变化方面的挑战也是有帮助的 此外 中美的高峰接触 还将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谈判的一个重要因素 格尔基耶瓦还警告说 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 对加沙人民和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严重冲击了约旦河西岸的经济 他认为 冲突的扩大或延长 可能会加剧对全球经济的冲击 印度国有银行出错 错误汇入7.68亿 客户未收钱 却入账 星岛日报 印度国有银行Useo Bank 在11月10日至13日期间 由于技术问题导致82亿卢比 约7.68亿港元的款项错误 进入某些账户 银行已经追回64.9亿卢比 约6.08亿港元 约占79% Useo Bank已停用即时支付服务 IMS已确保安全 银行已冻结有问题的本行账户 并解释追回款项的情况给客户 银行已向执法机构报告此事 并采取必要行动 花11天打造350米长假发 尼日利亚假发师打破世界纪录 星岛日报 尼日利亚假发制作师海伦 威廉斯创造了最长手工假发的世界纪录 假发长达351.28米 他花了11天时间和200万耐拉的成本 制作了这顶超长假发 使用了1000束头发 12罐喷发定型液 35罐发胶和6250个发甲 威廉斯表示 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找到一个足够长的空间 来放置假发并进行精确测量 他计划在高速公路旁展示这顶假发 同时在自己的办公室展示给公众 威廉斯已经从事制作假发工作8年 每周生产50至300顶假发 并培训了数百名学生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